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37年12月13日 南京古城之中发生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惨案 超过30万同胞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之下 而日军施暴的方式更是让人闻所未闻 替换高清大徒 当年南京城中发生的一切不仅仅是对我30万同胞的屠杀 更是对全人类良知的践踏和人类尊严的挑战 南京大屠杀已是让人心碎 而日本人面对当年犯下错误的态度 更是让人愤怒 大部分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都是采取了淡化 抵赖 甚至美化的态度 但是有一个人除外 他就是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士 替换高清大徒 1998年5月24日 村山富士参观了新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纳同胞纪念馆 并且在广场上相遇 难得30多万同胞进献花圈 面对那些惨死在日军突刀之下的人们 村山富士承认了日本当年发动的侵略战争是错误的 给中国人乃至整个亚洲人和全世界的人们都带来了灾难 替换高清大徒作为日本第一位参观清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纳同胞纪念馆的日本首相 村山富士在离开纪念馆之前 郑重其事地留下了一句话 虽然只有八个字 但足以发人深省 尤其是对于日本人而言 这样的态度更是值得学习 村山富士留下的前世不忘 后世之事如今依然还在 这代表着一个真正有担当的人对曾经犯下了错误的思考 替换高清大徒这座宏伟的建筑 如今依然驻立在南京城内 幸存着墙上912双警醒世人的目光 终将穿越时光的隧道 静静地注视着 等待着 等待着终有一天 他们可以迎来正义 等待着终有一天 那些曾经的施暴者 能够真诚地说一声对不起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